今天回到了台湾来 他是带着父母亲到了山西宫去拜拜求平安 那么今年也是同样不例外的 不过呢今年是多了一个小王子 那么王建民帮小王子呢 向官邸也搬杯呢 当这个客家这个义子 结果呢很顺利的搬了三个醒杯 那么王建民呢 也为自己的健康来求平安 他连续呢搬了这个五个醒杯 那也就是说 建宰在明年一定会很顺利的 小王子被抱在王建民怀里 附近民众看见都好喜欢 王建民带着小王子和全家人 到山西宫拜拜求平安 由于王建民本身是官邸也的义子 也顺道帮小王子拜官邸也当义子 他是要拔他们 他们让他们要给官邸来 做客家看这不好 对不对 第一个拔呢 就笑杯就是代表欢迎嘛 王建民连续执了三个圣杯 顺利让小王子当官邸也的义子 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健康执教 执了五个圣杯 都会问他身体健康的种种 不然就连三个人 就是很顺利嘛 今天我来就看妈妈破掉的 王建民本来也是都有破的 他们的儿子 身体很可爱 王建民这趟除了和家人到山西宫 还有美国友人跟着一起去 他和王建民一起烧金 体验了台湾文化 中天新闻赖冠章张旭新 台南报导